千禧龙基金会与同美狮子会 日前在张兴国小举办人文关怀科学营活动 县议员罗美玲感谢千禧龙基金会 及中心高中的学生设计了丰富的课程 让小孩子获得许多新知 千禧龙基金会一直以来很关注 这个孩童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发展 那尤其是他们在儿福这方面 尽了很多的这个心力 那他们举办这个科学营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孩子呢在团体生活当中 又可以互相的这个学习 那同美狮子会呢 这次也一起来合办了这个活动 那这个课程非常的丰富 都是由中心高中的这个孩子呢 来设计的 他们很用心的来设计这个课程 希望说能为这些国小的小朋友呢 带来一些新知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千禧龙基金会呢 举办这样子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活动 之所以会以高中生来带小学生一起参与活动 千禧龙基金会理事长谢彩凤表示 这是一种让彼此从活动中学习成长的方式 我们希望说结果我们蓝头的这些青少年 我们会用 会用有经验的大专生 还有社会社会的人事社工员 带领着中心高中的学生来 来藏兴国侠 帮助蓝头县的这些小朋友 带领他们科学营的活动 那么这些高中的青年呢 也是我们的对象 我们是青年基金会 他们可以借用服务的过程 还有他们准备一个多月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服务别人也成长自己 张兴国小校长张林彩 肯定这项科学营活动十分有意义 营队是由千禧龙基金会 提供给张兴国小的小朋友 那这个营队其实 当初接洽的时候呢 我们是怀着很大的期待 因为难得有这样一个资源 能够进到学校来 孩子能够从科学活动当中 学到科学的操作技巧 科学的知识 科学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 所以我想是在孩子整个学习 质量上的一个提升 我们认为会很有帮助 这场人文关怀科学营活动 让参加的学生彼此学习成长 还有自己制作成功的水火箭 及投石机等科学玩具收获满满 记者往水仙南投采访报导 可烨就是未开域做成功的水火箭